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那么中国人爱不爱诺贝尔呢 也爱 也爱诺贝尔 一个心结情结 诺贝尔情结 你知道我有个网络视频节目叫天天斗文涛 我犯了个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很有意思 这个你知道 就是我那天引用了一个国内的一个报纸的一个报道 引用的时候 因为你去引用 你就不走脑子 你就不走脑子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是第二个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 然后说第一个是莫言 好像人家马上就说你说错了 后来我一想 我说真是像有的网友说的一样 说这个看简化字的这东西 真是你得过脑子 你不能不过脑子直接引用 当然看繁体字的说不定也更错误更多 但是我这仔细一查 我就发现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且不说那别的 也就是有人说了 说这个杨振宁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是什么国籍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是吧 台湾的 李正道是什么国籍 甚至还有人说到赛珍珠到底是美国籍还是中国籍 有人说赛珍珠当年呢是既是中国籍又是美国籍 但是中国不承认双中国籍 对吗 所以你算什么国籍 还有人说高刑剑 但高刑剑咱们 法国人 他是法国人了 对吧 甚至有说达赖喇嘛不也得了吗 那么我们是表示抗议 我们反对 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 达赖不是中国公民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是个很 达赖不是西藏人吗 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你就闹不清楚 这事还是别聊了 咱还是聊聊这个伟大光荣 伟大光荣正确的图优优女士 对吧 咱们先看一下她的光辉形象 图优优 八十多岁 喜得诺贝尔 但是听说这几天也忙坏了 他是三个人之一 然后再看下边 这是小的时候 再看下边 这是文革的年代 科学工作者 悠悠女士 你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 有这神道的 你就说名字起的好 是吧 一开始 这个好像大家都说 这个字到底是读几声 像我就是悠悠还是悠悠 第一声 对对 我就一看就是人家是文化人家 起这个名字 不是这次 我前四十年一直读嗷嗷 我说图嗷嗷 对对 这次真的是悠悠 这次是悠悠 这次是悠悠 实也之后 对 注定就是要干这个的 对 这个老爸名字起的好 对 这诗经里面出来 你说这 这也太巧了 对不对 一看呆掉了 很多人只背他第一段 觉得不一样 后来第二段 人很多情况下 人都是跟着名字走的 冥冥之中 所以听说咱们当年任命一些什么官员 部长 你仔细看看 他的职位 他的任务和他的名字 都有一个很奇妙的对应关系 有一度他们是策过的 胡耀邦 耀邦 耀邦 华国锋 是吧 都安邦定国 人家后来说这名字太锋芒毕露了 人家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耀邦 华国锋 这从这个领导人来讲 不是没有一个 都不是 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ending吗 所以人家说这名字 有点锋芒毕露 耀邦 这个 这个 国锋 国锋 你像 还是李京豪 对吧 像是精华 这草木旺盛 生命力强 我喜欢这个意义 真薅一类 幸亏你也叫李薅 你要李薅 李薅就好了 人家说了 青薅素 不是青薅里边出来的 真正有这个成分的 是黄 黄蒿 又叫臭蒿 菊花科 一年生草本 西斯部科普的还挺好的 我不如方舟子了 你看啊 根据参考消息网10月8日报道 中国科普作家方舟子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涂悠悠啊 在发表研究成果时忽略了他人的贡献 然后说涂悠悠的成果在发表过程当中呃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 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 方舟子在接受采访时说 方舟子称涂悠悠在发表专注职可能未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署名 他因此备受其同事同行诟病也是也是他三次选院士都没能选上的因素之一 哎 记者这话能是真的吗 呃 其实就是伴随着这个这个悠悠 这个悠悠老师得了奖之后发现就是一直在争议不断 我发现这个两个大的话题 一个是就是这个中医他跟这个中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中医和西医这个打了好多年嘛 这个是一个大话题 第二个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他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到底他这个成绩啊 特别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是一个集体研究的成果 不是七十六九年吧 为了这个帮助越南人抗击这个瘧疾 所以咱们专门组织一个课题组 这个现在都说起来 那么这个课题组是当时把全国的 呃是因为老科学家都靠边站了 所以为什么图悠当年 他是应该是30年的吧 文革当中正好是青壮年 就老科学家靠边站了 所以他们这些人呢 开始挑大梁了 就是加入到我看还是一个 因为是5月23号组织的这个 呃这个课题组 所以他523 523对 哎徐老师 为了越南打仗 哎徐老师 你觉得这算不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硕果呢 我觉得这是西方抵对势力的一种阴谋 咱俩聊的 这辈子 西方价值观呢 要实时加以警惕 最近这个TPP 对不对 所以咱们的教育部长说的很对 对于西方的东西来啊 我们要 要批判 要抵制 你看个诺贝尔 多坏 之前给的几个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要不挑起我们的什么不和平 要么是给一个奖 就是 那个文学 第一个文学奖 是跟我们捣乱的 包括墨言 他们的发奖词 到今天没好好翻成中文 你看看他的发奖词 说的是什么 咱不说了 这次你看 挑起两个东西 他刚才已经归纳了 第一 你们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他就给你搞个文革成果 搞乱你们的思想 对不对 第二 你们这个好端端的 这个院士制度 对不对 他又在里面挑拨离间 那个方舟子啊 真是误上了 这个西方反动势力的档 我这一刻觉得 徐老师是什么 徐老师好像是 什么某某官员附体了 你知道吗 是哪个代言人呢 当然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里啊 说来说去都是这些 老实讲 作为一个严肃的媒体人 对吧 我对他们这个 我都不能轻易相信 但是 就他们说的到底 是不是这么回事 比如说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 署名的问题 就是说 据说呀 那不是据说了 有一篇文章说 说比如说重要贡献的 有四个人 对 这四个人呢 说都没评上院士 说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评院士 其他三个就都拆他台 对就是可能是造谣 我就不知道 但是 就是 那 那过去咱们国家 给的是集体奖 我觉得现在今天评奖 越来越难了 因为科学的确是个 合作的东西 他是这样 我也是看了这么多的文章 我觉得就是那个北大的那个饶毅 饶毅教授 还是饶毅 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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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在三年 在四年前 就是获得那叫什么 拉斯克 就是那个 拉斯克奖 对 那不也是图悠悠吗 对 他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 咱们现在用通俗话讲 他就预言了 或者说他认为 就是图悠悠和另外一个老科学家 就他们所做的贡献 都值得 获得诺贝尔奖 然后他是因为他做了一部分工作 是因为整理科学史 医学科学史 所以呢 这部分就涉及到这个 清毫素的 他的贡献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是比较客观的 就是 当然一部分是集体的 大家都在研究 那么 就包括诺贝尔奖 他说这次就是等于是 为什么要承认图悠悠的个人贡献 就有三个第一 第一是他把 我不知道这个来源是不准确 第一是他把这个清毫素 带到523的课题组 这是一大第一 第二个第一是 他是第一个 这个都知道 用以迷来提取这个清毫素 这是百分之百的 无可置疑的 第三个是他 第一个是 发表论文 临床证明了他的有效性 好像是说这三个第一 科学通报上的那个文章也是 他个人署名的 对不对 他当初的那个成果 你这个成果很重要 人家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他说对 他成果里面就是有很多都是 是其他人做的 但是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那个人也是他课题组的 可能也是这样划分的 所以呢 就是当然有其他的争议了 但是重要的 我们中国就有句老话 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 堆出于暗 流鼻 湍子 就是什么东西一出头 这个国民性就这样 他就一定要去采后 要是我们没有这些 国民性的问题 瑞典这帮这个西方势力 也不会得逞 对不对 所以还是我们这里 这种 这种明星 怎么 怎么就不想一想 好坏有一个了 就是个光荣 这个怎么 就这么出来折腾 我一看到那个消息 我一下子就想 什么几几几项目 我想 惨了 这肯定很多人出来要争 还有很多人出来为伟大的 无声音乐文化大革命唱战歌 说争辞麻醉也应该得奖了 车角医生应该集体得奖了 一大堆 徐老师最近像是学习了 我觉得进党学号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们终于有指路明灯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 我现在发现这消息源总是混乱的 你引用简化字的 可能也有漏勺的 你引用繁体字的 你也不要迷信繁体字的 我在香港 我觉得你要说迷信有些繁体字的消息 上当 你简直以为中国明天就政变了 对吧 现在该相信什么是个问题 你比如说 相信自己 我刚才说了 那个朋友圈那个文章 是不是有假 给删了 就是说什么四个人怎么争名夺利 因为我在另一个消息源 又看到一位姓李的教授 人家讲的很高风亮节 人家说我在填的时候 就是谁该得这个奖 我填了图优优 我还填了另一个叫什么 罗泽渊 我记不清这个名字 是不是叫什么泽渊 说因为我确实觉得 他们做的这个贡献 我的贡献呢 如果没有了这两个人的贡献 就做不出来的 哎 你看 这也是一个消息源 表明咱中国科学家 这个高风亮节 那么 我听到的就是说 最鸡贼的还是西方势力 拉斯克奖这个评委会 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得奖的时候 就是集体嘛 课题组得奖 所以他反而没事了 也不是没事 也不是没事 好像这里边参与的部门啊 各个省的太多了 以至于连这个国内获奖的时候 这个获奖证书都好几个版本 哎 但是我听说最逗的是 就是就是美国人多鸡贼 就拉斯克奖 据说这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说拉斯克奖当年到中国来调查这事 发现你们别乱 但是 但是人家来了 要不说西方人爱玩填字游戏 哈 我们大家急贼 他就说 哎 说这几个获奖者啊 第一 你认为谁应该得这个奖 请你们填 结果当然了 人性嘛 就是填的都是自己 然后说呢 再填一个 人家就 美国人问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呢 除了你以外 除了你以外 你认为谁最该得 据说 三个人当中 三个人都填了 胡悠悠 啊 老美就知道了 那就是 哎 你说这个心理学 准确不准确 这也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这准确不准确 现在 准确以后选领导也这样做 反正就是说 这个西方阴谋啊 最新的一个版本 你知道他那个 给他获奖的时候 有记者就提问了 说你们这个奖医学奖 这部分啊 是不是对中国中医 这个传统 中医传统的一个奖励 结果那个瑞典的 那个马上否定 他说我们不是给 中国的中医或奖 我们是给一个 现代医学 他对中医做了一个研究 得到了灵感 我们给 而这个现代的医药 造福于全世界的人 我们给的是一个 现代医学的奖 你看 他这个话 还是在挑起我们的斗争 这个话题 我们刚才聊的 都是瞎调侃啊 那就是 这八卦 真正其实值得聊的 确实是个 中西医的问题 就这件事情的得奖 他就是说 比如说 图悠悠本人 就是说 这是中国传统医学 送给世界人民的 一个礼物 这么说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 就是刚才徐老师说 那个西方人也很谨慎 就是说 我们可没让你吃草药 我刚才还问了一个大夫 我说 清蒿素能治这个 它是根据那个 当年那个谁的 那个肘后 还是搁着窝里边 那个药方 对吧 说在里边 说清蒿一握 什么自治 就是等于喝清蒿汁 能治 那么我就问那个大夫 我说清蒿素 救了几百万人 得疟疾的这个命 但是如果说 不要就清蒿素 就是让他们喝清蒿汁呢 那行不行 他说 那不一定行了 所以你看 中药 和经过提纯成西药的 或者现代药的 这个两种啊 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就是有一个 这是检查了几万种 这个植物 跟神农肠百草一样 包括涂悠悠自己 他就是说 好像我 我得到两个数字 一个是六百多种 一个说是八百零八种 就等于中国中医的 这个你说这个宝库 这个宝库 跟你说有八百个办法 能治人瘧疾 那其中 他最后找到了清蒿 最后证明 甚至都不是北京的清蒿 是产在什么地方 甚至是这个 这个是黄蒿嘛 咱就说是黄 甚至是什么季节 采收的黄蒿里边 才含有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能说是 中医的灵验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证明了这个中药 它在现代医学当中 就是这个药物 这个成分 可能还是有研究的价值 但是它整个的一个方法 包括它怎么提取 怎么来验证 怎么提取数字 完全是一个现代 现代科学 必须具备的一些数字 你怎么来提取 你怎么来 好像还有一个分子公式吧 我现在也都忘了 咱们以前学过化学 我现在都忘了 一干二净 就是它必须是要有一个 严格的一个临床的 一个实验 而且你的药物的成分 这些完全是一个现代医学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大家老爱争论 这个比如说中医和中药 我自己从我个人感受 我觉得中药很多部分 它跟你说里面 是什么什么成分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来知道 它是不是含有那些成分 现在很多 我是觉得 就是身边的很多人说 这个中医灵 那个中医灵 一开药好贵 然后它里面说 里面含什么 就是那种 恨不得天价的那些药材 但你怎么来检验 它里面含不含 所以比如我自己家里人 他们去被人介绍 去看一个中医 我就说 我不是不信中医 我是觉得不能随便相信 一个人 他自称 他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中医 然后他给你开的药房 又很贵 你就没有办法来检验 他这个药里面 是不是含他所说的那些东西 我是对这一类的中医警惕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图优优的 并不代表 是说中 就是传统中医的这个 就是完全就战胜了 西方的这个科 我倒不是这个 这一菜的支持者 中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传统的 以前的这种 这种医学 因为现在把它标上了中了以后呢 就天然有一个政治的正确性 但是很反讽的是 强调这么中医的成就 最后要靠一个西方的评奖制度 来来来强调 这个很反讽 但是反过来来讲 瑞典这帮人啊 的确很成功 你们去过他那个颁奖大厅没有 就是那个斯德格尔摩的那个 那个那个市长大厅 那个大厅 其他没什么 他们说怎么国王出来请客吃饭啊 每年这个得奖了以后什么什么什么 除了和平奖是挪威 其他都是瑞典吧 大厅里有幅画 非常有意思那幅画 因为瑞典原来是个大国 在欧洲 他在历史上啊 他是跟什么英国啊 什么法国啊 这样重要的大国 近年才落 他们幻想他们还是很重要 那幅画很有意思 那边呢 画的是纽约伦敦呢 就西方的那些东西 铁塔 那边啊 画了什么 那个如来佛图像啊 富士山啊 长城啊 那些东西 中间啊 是他们瑞典 也是很好笑的一幅画 是很现代创造的 那么一幅画 就体现了他们瑞典人的 这种想象啊 就是说 他觉得他在世界的中心 他在中间 东西方啊 都是片面的 他在世界的中心 我看的这幅画的感受 我看 您就靠两样东西了 一个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一个宜家家居 生活世界啊 瑞典的世界上 就靠这两样东西了 其他没什么东西 但是前面这个东西 还真有他成功的地方 你看 所以为什么这个奖 他做很多研究 他至少请很多专家 对不对 对 你看他到现在为止 这么多年 你看中国人 单单这一个图 悠悠就争得那么厉害 这么多年 他发那么多奖 没有听到这么多的 很多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对不对 没有说找出来很多笑话 玩笑 就是完全做假 或者这个人完全骗子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一直都有反对的声音 但是他的权威 好像又总在那里 对 这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 总体来说你没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静还有什么八卦 我 改名叫李浩 太晚了 太晚了 现在从事研究 我现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就这么鼓励的 仰天大笑 出门去 我被启示 我被启示 彭浩仁 其实这句话讲坏了 就我们把自己彭浩仁 给否定掉 应该说我被就是 彭浩仁 李白的诗啊 那个时候就鼓励我们 我是觉得就是 看这个新闻 还有一个好玩的 就是大家 像刚才徐老师说的 就是西方有意识 挑起我们的矛盾 大家又开始攻击 这个院士制度了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 那就图浩浩 为什么评不上院士 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那我那是 八卦下说 他为什么你觉得 我也是看这个 跟你一样是看新闻嘛 他不是说一个是 没学位 对 另外就是 可能是每一次都要被人 不是每一次 就是也是掺杂着 中国特色的 每一次都要被人举报 就比如当年的署名问题啊 这个科研的 说他占有一些资料 不跟大家共享 可能就是类似于这些问题 我是觉得就是 为什么这个 就是图幽幽的 这个没有入选院士 我是觉得有他的一些历史复杂性 但是呢 民众是拿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对现存的 比如说科研制度 对我们的学术体系 有很强的不满意 很强的意见 所以拿这个事情呢 又把我们 对 但是像他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 就是 他的问题 没有入选院士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 稍微复杂一些 具体问题 对 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也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也是讲到这个 就是说啊 说这事啊 也不能聊得太嗨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哎 谁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科学的发现 是存在偶然性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很多论调 就是说 你不能说啊 图幽幽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所以这就证明 我们都不应该学英语 我们就应该搞自己的 对吧 或者说 你也不能认为 一个出来了 一个没考上大学的人 成了一个什么人物 咱们就根本说 在所有的高考 都出不了人才 他这个 还是应该能够平衡的看 我相信一个 比较有益的启发 是应该科学院的领导 应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中国 其实一直很饥渴想得诺贝尔奖 尤其是文学奖 和平奖以外的奖 自然科学的奖 但是呢 一直以前的一个重点是 现在有哪些科学项目 可以突破 重点攻关 其实呢 你忘了诺贝尔奖了 它是只要你人还活着 你过去几十年里面 做的事情 都可以给你一个 很高的评价 徐老一是整理国库 对 那个香港中大的 原来那校长 他那个光纤 也是几十年 是那个高坤是吧 高坤 几十年前 现在已经是 有病了嘛 老年痴 但可是照样 给他诺贝尔奖 对 所以一方面要公关 当然我们中国要公关 但另外一方面 把过去的很多很多的成果 拿来总结一番 好好的申报一下 因为中国 赶快找找 还有没有活着的 对 因为中国很多输在哪里 输在你不好好申报嘛 以前是敌对国关系嘛 其实诺贝尔奖有很多 很多奖是因为提名制度的关系 这个要的专利都不是咱们中国的 你看这两天说到这儿 这两天不还网上还流传几个照片 是当年杨振宁 因为他不是得诺贝尔奖之后 回来就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他要报效祖国 然后他给 当时是郭沫若吧 中国科学院院长 写了一封信 就说他要作为推荐人 要把中国的一些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推荐出去 但是那个 中国当时七几年吧 七五年是七六年 七五年吧 然后回复是说 我们认真讨论一下 认为诺贝尔奖 是代表资产阶级的 一种价值取向 我们不参与 不跟你玩 大概是这样的 还有这么一说 对 还有这样一说 但是后来呢 又完全倒过来 这个上海的宣传部长 王源化 跟我讲过个事情 曾经一度文学奖 老提名北岛嘛 那个时候 每年快发奖的时候 记者就包围着他 我们国内的有关部门 就觉得此事不妥 就请王源化 找马月然 他跟马月然好朋友 王源化 他们互相尊重 递了一份官方的名单 当年有王蒙 王蒙是最年轻的 主要带头的是巴金 爱卿 我忘了还有谁 一共提了五个人的名单 后来王源化先生 这个他去世前的时候 跟我说 他说实际上 适得其反 你官方一提名啊 你知道这些西方 反动机构啊 他们就是不赞成官方 他们而且带了一个目的 希望这种颁奖 能影响你国家里边的政治 他怎么会 你官方一提名了以后 这个名字就被他拿走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申请科研项目啊 他表面上教我们后面列几个推荐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们都把自己最好的朋友 最有名的人列上去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 你自己列上去 这几个人绝对不用来评审 你自己把你最好的推荐人就弄掉 所以现在今年又在传 说我们提了多少个人作家啊 多少个人提名 我心想 你们要是个别提名就罢了 你以官方机构去提名啊 这个万恶的西方势力 我好像还听见一个人谁跟我说 说其实提名很容易 对 他们每年你看之前 我们还大概听说什么李敖 也被什么提名嘛 然后这次是说方方是吧 还是说有个有个有一个作协 但他就说没有没有提名奖 这一说 对 没有 是常开的 没有这一个 以前得奖的人 跟一定圈子里边的教授评委 不是每个人都能提 尤其你政府提名 我刚才讲 有时候恰恰列入了 反而就搞怪 反而搞怪